小鴨子 非常的古怪養一隻鴨子當寵物 那這隻鴨子呢 他是從小 小鴨就養了 所以那個小盒子剛打開的時候 他看到第一個人就是我 所以他就把我當媽媽 因為小鴨他就會 比較有比較依賴 他會一直跟著你 你去到哪他都會一直跟著你 這隻鴨子我叫他阿門 他是客語的發音 因為有一天我跟我哥在 好像在看電視吧 然後就講他阿門這樣 結果一講他就有反應 我們從此以後就叫他阿門 那這個阿門呢他 在2004 2005的時候就上天堂去了 那後來 06年的夏天某一個夜晚 我睡覺 所以就熱醒 那我熱醒之後呢我就打開了 房間的門窗 那推開之後發現那天的 那個月亮非常的亮 而且非常的圓 整個那個月光是灑 灑進我房間的那種狀態 那我就不知道 可能是 就是月亮的英文 門跟阿門的門 的音很像的關係 所以我看到那個月亮的時候 就有一種 很像 我這首歌其實是有一種 方式在寫 我把那個月亮當作是阿門 那就是在天堂上的阿門呢 他可能那天 感覺很像是他回來拜訪我 回來看看我 看我好不好啊 這一類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我就把它寫成了這首歌 叫給月亮的歌 但事實上呢是獻給這個阿門 這隻鴨子的歌曲 那現在就送給大家 給月亮的歌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大家好喔 我叫阿斯達正阿君 我先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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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青少爺 我誓得耶 我快唱歌 我太誓了吧 我心意 重音 念不忍 记得 地带 那些闻闻意 黑妆想 都想起 发面 滴度计 的古世界 虽然 爱用意 你 感做 模式 可能 爱 我 恋爱你的 某人 黑妆 我 恋爱 爱用 点点 将你 笑 虽然 爱用意 你 感做 模式 可能 爱 我 恋爱你的 某人 啊 ild 未來 飽到兩邊心盆 有偶像的愛 在開門 也說像有心思 照理該感受 你該失望的人 或是你中的運言 不然記得你的 愛的心盆 被你卻裝上 在想起發明 你都你的故事改 雖然用你 該做某次 可能 愛 愛 愛 你的風 來 快 來 你 愛 愛 你 愛 你 該做某次 可能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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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